主席 本院同仁 以及行政院各部会官员 本席在这里代表国民党团对所提税收超征全民共享发放条例说明 有别于行政院的版本 国民党团所提的特别条例相对简单 仅就目前朝野各党团相较有共识的超征税额发放现金部分提出条例草案 为了就是希望目前的经济情势是高通膨及利率反转 一般民众普遍感受经济压力倍增时 能够立即的发放现金给予民众 且国民党的条例所预估的预算 不会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 并要求预算的来源由已审定的税计剩余 及前年度的税计剩余 目前行政院的版本为3800亿 对于1000亿拨补亏损的劳健保台电 以及1800亿做现金发放这两个部分 朝野相较有共识 但是对于提高经济及社会任性的1000亿 在行政院版本条例的第三条 包含项目很多 且目前预算目标尚未明确 在本会期结束前 朝野恐怕不会有共识 为了表示民进党的政府与党团 不是打假球 有诚意在最快的速度 将超征税额 发放现金 让全民共享 希望民进党 可以就目前有争议的 这1000亿 搁置不处理 待未来有完整规划的时候 再提出做讨论 国民党团 为求在本会期 通过这个特别条例 也愿意就相对有共识部分 不坚持己见 与朝野各党团展开协商 为了就是 本会期可以通过条例 让行政院 紧述做发放现金的规划 让民众可以以最快的速度 拿到现金 做以上说明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